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好了 勾好这七个变的针之后呢 我们就到着往回勾 我们从第六针变的针针眼的位置开始到着往回勾 先连续勾五个短针 针针进去 然后勾针 压住线 拉过来 然后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做好标记 接下来继续往前面勾 连续勾五个短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 第五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 好了 勾到这儿呢 我们就勾好了五个短针了 还剩下一个针眼 在最开始的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我们勾上三个短针 这个针法呢 用字母符号W表示 一针里面出三针 好了 勾好这三个短针之后呢 我们就转过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前面的二三四五这四个针眼里面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短针 再勾上四个短针 好了 勾好这四个短针之后 我们就到了我们最开始 倒转往回勾的第六个针眼的位置了 在这个针眼里面呢 我们再给它勾上两个短针 也就是勾上一个加针 加针呢 用字母符号W表示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第一个针眼里面和这个第六个针眼里面 就分别都勾出来了三个短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就可以了 然后勾针 压住线 拉过来 直接带到后面线圈里面去 拉紧 好 第一圈就完成了 第一圈勾好之后呢 总共14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还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在这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两个短针 好 还是做好标记吧 第一针 每一圈的第一针都需要做好标记 再勾上一针 好 第一个针眼里面就勾出来了一个加针 接下来呢 再连续勾上四个短针 4x 这四个短针呢 占据四个针眼 每一个针眼里面出来一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好了 勾好这四个短针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连续勾三个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说呢 在接下来的三个针眼里面 每一个针眼里面都勾出两个短针 勾上三微 这是第一个加针 这是第一个加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个加针 然后第三个加针 好了 勾好这三个加针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连续勾四个短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对应勾出一针 占据四个针眼 大家一边勾呢 一边学着去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好了 那么最后呢 还剩下两个针眼 在这两个针眼里面 每一针里面勾上一个加针 好 第一个加针勾好了 第二个加针 好了 第二圈我们就勾好了 进行一下手尾箱接 每一圈勾好之后呢 都需要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连接一下 直接带过来 拉紧 第二圈就完成了 第二圈就变成了二十个短针 接下来勾第三圈 一个辫子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先勾上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勾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好 接下来呢 还是勾四个短针 占据四个针眼 4X 好 勾好这四个短针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勾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重复勾三次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上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我们需要勾这个组合勾三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先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然后第三次 好了 重复完三次之后 接下来勾四个短针 好 最后呢 勾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重复勾两次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然后呢 在前面针眼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接下来呢 再重复一次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好 这样的话 第三圈就勾好了 进行一下稍微相接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拉过来 戴到后面线圈 拉紧 这是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变成了26针 接下来勾一个并四针 我们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 我们是先勾十一个短针 占据十一个针眼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针勾好之后 还是做好标记 先勾好十一个短针 十一X 还是那句话 姐妹们一边勾 一边学着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独自看着图解呢 去勾边一小部分 好了 勾好这十一个短针之后 接下来勾一个夹针 然后呢 再勾十二个短针 占据十二个针眼 如果你勾得对的话 我们这个针眼个数呢 是正好对应的 一针不多 一针不少 好了 接下来勾一个夹针 然后呢 再勾一个短针 第四圈就勾好了 变成了二十八针 手尾相接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我们是按照三个短针 一个夹针 再三个短针的方式 重复勾四次 我们来看一下 先勾三个短针 这三个短针呢 占据三个针眼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 第三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 然后第四个针眼里面勾上一个夹针 然后呢 接下来再勾上三个短针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大的组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重复的勾这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四次 刚才勾的是第一次 现在勾第二次 先勾三个短针 占据三个针眼 然后呢 勾上一个夹针 占据一个针眼 接下来再勾三个短针 占据三个针眼 第二次就勾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两次 勾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五圈勾好之后呢 大家就按照图解部分呢 把后面的第六圈到第十五圈 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简约们看一下 我们看着图解呢 一直勾到了第十五圈 接下来我们勾第十六圈 第十六圈需要减针 先勾一个辫子针 第十六圈我们按照三个短针 一个减针 再三个短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先勾三个短针 第一针 第一针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勾一个减针 减针的话呢 需要把第四针和第五针 两针并在一起 首先我们调起第四个短针的前半针 然后再调起第五个短针的前半针 勾针 勾住线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并针 这就是一个短针的减针 短针减针呢 用字母符号A表示 接下来再勾三个短针 这是一个组合 那么这一整圈呢 需要勾六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三个短针 一个减针 挑起一个前半针 再挑起一个前半针 然后勾针 勾住线 然后呢 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减针 然后呢 再勾三个短针 以后呢 我们再看到字母符号A 就这样来勾就可以了 好 第二次就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四次勾好 把这个第十六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了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十七圈到第二十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勾到第十九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我把图解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简单们看一下 我们一直跟着图解呢 勾到了第二十圈 就剩下十个短针了 那么在第十九圈勾好之后呢 在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那么勾好之后 把线这样拉过来 留一个比较长的线尾 留一个比较长的线尾 然后呢 我们用缝合针来处理一下上面这个洞的位置 剩下了十个短针 对吧 然后呢 把每一个短针挑起半个线圈 每一针都挑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线拉紧 这样就可以了 上面就没有洞了 再把线尾这样随意传几针 把线尾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牛头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勾一下这个耳朵的部分 耳朵呢 是用两个颜色勾的 一个黑色 一个白色 但是勾法呢 是一样的 我们用环形起来的方法 把线在手指上面绕线一圈 右手捏住交叉处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捏住交叉处 然后勾针 穿进去 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勾一个并子针 这是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圆里面开始勾短针 勾出六个短针 第一针 第一针勾好之后做好标界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 勾好这六个短针之后 把这个小线位用力拉紧 然后呢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第二圈呢 我们就是勾六个短针的夹针 在之前的第一圈的基础上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都勾上一个夹针 夹针的方法也学过的 就是每一个针眼里面勾出两针 第一针做好标记 接下来勾第二个夹针 第三个夹针 我们这一部分的勾法呢 其实和这个头部 这个看图底的方法呢 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一点区别 就是齐针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头部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 辫子针的齐针方法 耳朵和这个扭脚的部分呢 我们都会用这种 环形的齐针方法 那么第二圈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下手尾相接 第二圈就完成了 好 接下来的部分呢 大家就看着图底去勾就可以了 那么看图底的方法呢 和我们这个头部的看图底的方法呢 是一样的 好了 我们把这个耳朵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看着图底部分 把这个牛角也勾好就可以了 牛角呢 也是环形起的那一个方法 看着图底来勾就行 耳朵和牛角呢 都是用的环形起的那一个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牛的鼻子的部分勾好 那么牛鼻子的部分的齐针呢 就和我们的头部的齐针是一样的 是用这个变子针的方法来齐针 好 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耳朵 牛角 还有这个鼻子这三部分的图底呢 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简呢 来勾一下 好 简运们看一下 我们已经把这个牛头的每一部分都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这个牛头和鼻子缝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这个缝合过程 用这个缝合针来缝合 从头顶开始向下数 缝在这个第十圈靠下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定型针在这里 钉一下 缝在这个最中间的位置就行 然后呢 我们就顺着这个鼻子的这个椭圆的轮廓去缝就可以了 先这样固定一下 我们就顺着这个鼻子的这个边缘的位置去缝合 大家看一下这个缝合过程 先把前面部分都缝好 最后呢 剩下一个小孔的位置 然后在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最后呢 再收口就行了 好 姐妹们看一下 缝到最后呢 留一个小孔的位置 在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然后呢 再把最后的这几针缝起来 这样缝合好就可以了 把线从其他部分穿出 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牛鼻子呢 就缝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缝一下牛角 两个牛角里面也需要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就缝在最中间的这一排 两个牛角这样对称的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简单看下这个过程 比较简单的 就顺着这个牛角的最下面的这一圈去缝 在这个位置 头上面穿一针 脚上面这样穿一针 把两个牛角对应着缝好 好了 我们把这两个牛角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缝一下牛耳朵的部分 我们预留了一根线 直接这样穿进来 然后把这一部分这样对折 在这个地方呢 先穿上两针 缝出一个耳朵的造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来缝一下 缝在这个牛角的一侧就行了 这个位置 固定在这就行 把这个耳朵缝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耳朵呢 也这样对称着缝合好就可以了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把这个黑色的耳朵缝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线呢不要剪断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过渡到这个牛鼻子上面 最中心的这个位置 勾勒出两条黑线 当做这个牛的鼻孔 好 穿针过来之后呢 我们中间隔开一个针牙 在第三个针牙的位置穿针 在这一侧 穿出来 然后呢 也是隔开一针 再下一针穿针 这样简单勾勒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就成了 好了 勾勒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线尾剪断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两个眼睛给它安装好 这个眼睛的位置呢 我们就是在 第八行到第九行之间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两个眼睛呢 给它安装好 那么两个眼睛之间呢 隔开六针左右 这个地方不要着急 慢慢地穿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眼睛 安装好 再向左移一针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涂抹上一些腮红 还是一只害羞的小牛头 在眼睛下方 这样涂抹一些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这个小牛头就完成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俊元姐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